196 问约 他说 何元转阳明币 为什么会有转变成阳明币 病在太阳或者是少阳 病在表啊 你如果发汗 少阳是和解 是泥尿 若小便率 王金颜 你发汗了以后 金颜发的山太多 汗流太多 小便太多 造成胃中干燥 因而转属阳明 阳明币是因为经验被伤到 造成的 经验被伤到 不更衣 更衣就是便秘 过去人上厕所就要换个衣服 不晓得为什么要换个衣服 哪那么讲究的 不更衣就是不用上厕所 那时大便难得此名 阳明也 所以古人呢 上厕所要换衣服的 换衣服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古人那么讲究 对不对 直接就换上去了 这是阳明症的来因 所以诸位可以知道 当肠胃里面的菌叶 受到伤害不足的时候 产生的造尸 一律称之为阳明症 阳明症 问曰 阳明病外症怎么样呢 外面看起来是长什么样子呢 他说有深热 汗制出 不恶寒 反恶热 这个条片就是 阳明是纯热症 看不到寒症的意思 看不到寒症的意思 那你从外面也听起来 我常常问你怕不怕冷 怕不怕冷 全身冷的 全身是热的 然后流汗 口渴 然后脚是热的 手脚都是热的 标准的 阳明症 好 阳明症